日前在台东市马哼哼大道上 有一名血性男子精神状况不稳定 民众报案请警方来协助 袁警到现场了解这个男子身体不舒服 造成情绪激动 警方不断安抚他的情绪 而在救护人员初步处置之后 也送往医院来观察 事后家属对警方热心态度表示非常感谢 好了我们轻轻的 我们轻轻的 放松放松了大哥 袁警耐心的安抚民众的情绪 这是日前发生在台东市马哼哼大道上 男王派租所远警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马哼哼大道上 有一位民众精神状况不稳定 需要警方派员协助 而警方到场了解之后 是因为许新民众疑似身体不适 造成情绪较为激动 远警到场不断安抚许男 一方面介护其他在场人员安全 而经过现场救护人员初步处置之后 送往医院观察整洽 事后家属对警方热心服务工作态度 深感万分感谢 而台东分局也表示 同仁除了认真做好治安及交通工作之外 协助辖内有需要的民众 也是一项重点工作 并同时呼吁民众 平时应注意自身身体状况 如有不适情形 应紧速就医 并避免单独外出 来确保自身安全 介绍杨洁拍动视报道